絕密片段曝光,戰機拍下UFO 十幾個神秘光點在夜空發出遙眼光芒 更加一道程非自應排列,當地數以千計民眾同一時間親眼目睹 成為全球其中一次最著名的不明飛行物體事件 17年過去,有美國記者聲稱獲得絕密片段 並且在兩個星期前曝光,顯示當晚戰機巡邏時 一度接近耐力不明的飛行物體 可以見到光點由畫面的左面拆入,之後就消失 雖然軍方當時表示光點是來自戰機的閃光 不過時任的周長曾經說過 他作為機師可以肯定並不是人造飛行物體 而且肯定不是高空閃光,因為閃光不會整齊排列 說事件還是一大迷斷